北半球的冬天正是南半球的夏季 但是在南极洲却一点都没有夏天的感觉 不但狂风大作 最高温也只有零下18度 即使在这么严峻的环境之下 科学家还是要去南极采集样本 因为那里的冰墙历史长达300万到500万年 对大气研究来说非常宝贵 平均风速64公里已经达到台风等级 即使是夏天最高温也只有零下18度 这样的风速主要是因为南极没有植被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研究生切里夫 是美国科学基金会古老冰层探测中心的成员 特别来到南极的阿伦山搜集样本 切里夫采集的南极冰心 经过包装后用飞机跟船只运到美国 但为了做研究 还是得排放二氧化碳 因为人必须先保暖 切里夫打算呆到一月底 团队准备带回上千公斤的冰心 提供学术单位研究之用 为抗暖化尽一份心力 综合报道